去年7月全国大选的大约300万张选票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根据国会选举法的规定安全存放6个月之后 今天已被销毁 将近890箱存放去年大选选票和相关文件的密封箱子 由工作人员从最高法院的保管库运往大市南焚化厂销毁 几位参选人和选举官员也到场见证这场销毁仪式 去年大选共有超过250万名本地和海外选民投票